大家好 今天呢来教大家中上三并针要怎么做 那所谓的中上三并针呢 在这个编织的符号里面 它是长这个样子 就看起来像一个倒过来的三叉树枝 那中上三并针我们这边有一个做好的 先让大家看一下 编织记号是刚刚那个样子 那织完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说 中间这一针在上面 那左右那两针呢都在下面 那要怎么知呢 其实不会很难 只要了解怎么做的话呢 一点都不困难 那我们来看 第一步 中上三并针的第一步呢 是从这边 从这边呢 把这个把这个第一针跟第二针 用这样子的勾法 先把它转到右手针去 接下来打第三针 那下一步呢 用左手针 把刚刚拨到右手针那里的 还没有打的那两针 或者你可以用手针 我比较喜欢用手指头 把这个那两针呢 拨过来 看到没有 中上三并针完成了 来如果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再做一次 第一步用右手针 把这两针 而且拨法很特别哦 我们一般来说直接拨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是要从这个 就是一二 从第二针这边下去 把这两针拨过来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打第三针 第三步用手指头 其实比较好用 小心的把第一针跟第二针拨过来 那这样子就是中上三并针 那当然这样子三针变成一针的话呢 那个如果你不是要减针 或者是那个如果没有要减针的话呢 就要在其他的地方呢 那个把少掉的两针加回来 那中上三并针很常常出现在什么呢 很常出现在V字领 V字领的这个尖端的部位 那里呢就会做中上三并针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中上三并针